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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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二 有一个星期到因为这个出不了声音 所以就没有做到节目 今天的声音都不是太好 希望慢慢改进中 如果又再有恶化 又要是停做的了 无法止 今天是12月2日的严正声明 大家记住 我并没有任何的Telegram WhatsApp或者Facebook等等 亦都不会搞任何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有的话 这些是骗人的 也请你转告一些可能 向你征诚的一些被骗 林近被骗的朋友 有的问题 请打18222 好了 今天来说就是第一个北水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这几天都知道了 北水就是神出鬼没 其实它到这样下 就会是 等等刚刚 它会是做哪些什么 你下一转就可以知道了 那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板块方面 那板块方面呢 保险银行 比较今天是升了上去 那地产呢 如果它做得不好的话 始终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地产比较还OK 所以市场就会有所上升了 那我们再看看 那我们再看看 那不是这个 对不起 那我们再看看 那我们再看看 是这个行业板块这里 这个个股这里 大家有一个要留意的就是 若然那些盈富基金升得厉害的呢 即是代表了那些北水呢 可能在那里买盈富基金 它们买呢 最终目的是为了要沽的 所以当盈富基金买得这么多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买得这么多 那叮叮就被人沽了下来 所以这个是需要留意的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呢 有时可以看到 升一下升一下升一下 不要太欢喜 可能呢 就是日后 它们收购货 就会沽它下来 今天是见升的 没错 我希望它继续做得好些 其次方面 已经跌了这么久之后呢 那开始 就是见到它收回于布里加通道的 是底部的内面 那这里呢 就变成了它 看到它 就是开始 今天做出的小羊粥 但是 那些小羊粥呢 是没有足够的 那些小羊粥 要升破这个位置 大致上升破 是在这里 现在这里 这个是163.8 那它真正要升破 是升破什么呢 就是升破这些位置 这个最高位是165 这个最高位是164.55 这个收市位是165 这个最低是收于163 开市是166 163和165中间 当然是165 那之后 如果大家看到 明天 或者后天 就将会有机会挑战 这个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大约是17164 我大约当它172 或者171 那如果它挑战不了 将它跌回来 那当然不怕 要试回布里加通道底 好了 通道底 现在这里 是15933 那就是当是159 那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它会在明天 或者在后天 升穿165 那因此 就有机会 反弹就去172 那这个呢 是 基本上一个的感激看法 是否属实 很简单 这个星期就知道了 好了 由于我当然要去看医生 所以这个节目 是做了录影的 就是11.3到录影 今天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呢 留意一只金碟国际 Friday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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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